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JPA的N加E4.5 那我想在座各位應該大家都有使用到 例如像Spring Data JPA 或是像HyberNet 那也對N加E這樣子的問題應該也是蠻熟悉的 那今天就來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時間蠻短的 那簡單介紹一下我自己 我是Tim 目前任職於LINE的ServerSign Engineer 那這邊是我的那個GibHub Link 那如果以後有想要聯絡的話可以透過這個 那今天的內容呢 我們主要會分成三個部分 先簡單的介紹一下什麼是JPA 那再用3WH的方式來介紹一下N加E Problem 最後當我們遇到N加E的問題時候 我們可以試著使用EntreGraph這樣子的方式來解決 那什麼是JPA呢 它全名是Java Persistence API 那它是一個規範來幫我們這樣Mapping Java 的Object到這些Relation Database 那未來呢 我們如果使用符合JPA規範這些ORM的Framework 我們就是可以很方便的去做一些移植 但它就只是一個規範了 所以說通常我們還是需要一些Implementation 像是Hybernate或是一個Linsk這樣子的Library 好 在我們真的開始討論到JPA中的N加E Problem的時候 我想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在真實世界中也存在有N加E的問題 那這樣子的情境我想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上面這個呢 它是一個非常簡短的一個對話 在會議室中呢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遇過就是輪到負責要上台的同事呢 他可能沒有帶到他報告所需要使用的文件 那遇到這種情況 我們會怎麼處理 通常就是要在位子上等他 我們等到他回去把文件拿回來 他再完成他的報告 那這樣子往返的這個過程 他會大幅的降低這個會議的效率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N加E Problem的3WEH 第一個是HUST 那究竟什麼是N加E問題呢 我們用一句話來簡直它的話 就是one query for parents and n query for children 我們會用一句的query來找出這些parents 但它僅僅就只是parents的資料 如果我們想要知道這些parents底下 這一些child的資料的時候 然後我們就被迫得需要再多執行NG的queries 才能完成我們的需求 壞 那為什麼這樣子的行為呢 他會降低我們的performance 原因是因為我們在跟 database之間的這些roundtrip 他耗費的時間成本 遠遠的超過這些句查詢本身所需要的時間 在上面這個地方大家可以 應該可以蠻清楚的看得出來 就是當我們今天假設使用一句join query 我們就可以把事情解決掉的話 我們如果換成是N加E這樣子的implementation 去完成我們的需求 在不同parent的數量底下時 我們可以發現說 他執行的時間差距會慢慢的拉大 慢慢的拉大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在N加E問題時發生的初期 量資料量不大的時候其實沒有人在乎 甚至你不會意識到他的存在 再來是會他什麼時候會發生 其實呢要造成N加E problem的方法非常的多 但通常會是在我們使用lady loading的時候 會比較容易的去引發這樣子的問題 那底下我們就真的實際上來操作一次 看看N加E問題究竟是什麼出現 首先呢我們在database中 我們有一個這樣子簡單的entity relation 首先我們有一個customer 而customer跟order history之間 有一個one to many的關係 好 那這上面的這些欄位呢 我可能就不多做介紹 這就是一個蠻簡單的 就是一個顧客他會有多比的訂單紀錄 好 基於這樣子的entity relation 我們今天收到了一份需求 我們需要統計在某一個特殊活動日之後 所產生出來的訂單總額 而這個地方我們會使用到 Spring Data JPA的repository 那底層用的就是hybernate 於是呢我們寫出了下面這樣子的程式 那這邊就是一連串的操作 首先呢我們會需要找出全部customer的資料 所以我們會執行一個find all 那這邊取出來呢 他僅僅就只是每個customer的資料 我們還需要去針對每一個customer 去取得他的order history 但最後呢當我們拿到全部的訂單資料之後 我們再去對他的訂單成立時間做一個filter 最後再把這個金額加總起來完成我們的需求 但是大家有沒有想過在這一個這麼簡單 對應該是這麼簡單的操作背後 究竟產生出了多少句的sequence 在你們完成這樣子需求的時候 你們腦中有曾經去想像過 在跑完這一個流程之後 實際上產生了多少嗎 那我們實際上再把它部分拆解再做一次 當我們今天如果是customer的repository 執行file的時候 我們這時候會取得到的資料是customer全部 那這地方可以看到我們在customer這個地方的資料 可能就只有Tim跟Sandy 所以我們用了一句query拿到了兩個parent 好這時候我們只是執行了一句的sequence 但是呢我們接下來還需要什麼 我們需要訂單的紀錄 所以第一個我們需要Tim他的order hitch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會在console看到第二句的sequence 是對Tim的order hitch的query 再來還有誰還有sandy的 所以這時我們總共會在console看到有三句的sequence 而這僅僅只是在parent的數量只有兩個的情況底下 如果今天parent的數量逐步的增大到一千一萬的時候 這對效能的影響就會非常的明顯 另外是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為什麼guessorder hitch它的sequence 會在我們執行gator的時候它才出現 原因是因為在JPA的relation上面呢 這一些one to many或者是many to many的這些關係上 它的fetch type是屬於lazy的 也就是等我們需要去讀取到它的時候 才會去資料庫中進行查詢 而既然有lazy另外一個就是eager 大家可以發現說 eager跟lazy它最大的差別 你只要看後面是too many還是too one 那這些都是它default給的fetch行為 好 那如果n加1的問題 它看起來那麼的可怕 那我們有什麼樣的方法可以來解決它 第一個 我們可能可以使用兩句的query 而這兩句的query實際上也就是 我們用原先預計的那一句query 找出全部的parent 我們在執行第二句的query 把第一句收集起來的parent的ID 可能把它aggregate起來 再去做一個where in的查詢 那第二個 我們可能就使用的就是join fetch 那其實就是像大家一般下sequel 使用的join其實意思是一樣的 我們將今天原本可以用一句查詢 就完成的事情讓它使用join去做 那最後是我今天想要分享的 這是一個蠻有趣 也比較符合JPA精神的一個解法 就是entity graph 那究竟什麼是entity graph entity graph呢 它主要是要改善我們在run time 時候loading這一些entity related association 時的performance 而它究竟是如何做到這一件事情 大家可以發現說 在這樣子的relation中 像是one to many 它的fetch type是lady 一旦我們今天將fetch type定完了 它是一個static的 它沒辦法改變 那大家有開發過就知道 怎麼可能今天它是lady 它就一定是lady 我就是有這麼多的情境 我一下要eager 一下要lady 我就是要變來變去 針對不同的需求 我要有辦法彈性的做一個切換 所以我們究竟如何彈性的做到這一件事情 讓我一下是eager 一下又是lady呢 這時候就可以使用到entity graph 最簡單的使用方法 我們會在customer這樣子的entity class上面 加上一個 connotation 開始的起手是第一步 就是我們會幫entity graph取一個名字 所以它會用name entity graph開頭 當我們取完名字之後 下一步就是我們決定哪一些node 它要存在於這張graph中 而這個我們這邊選擇的就是order heaches 好那我們定義完了這樣子的graph之後 接下來就是在對應的query measure 去套用它 這邊呢應該也就是大家不陌生 它就是一個很簡單的一個jpa的repository 那這邊的話我們可能就是直接override這個file 在上面加上一個annotation 就是entity graph 決定我們今天這句query 它所需要使用的entity graph是什麼 那接下來這句file 執行下去之後 它的query就會產生一點變化 大家可以發現在這裡 它原本它可能只是 slide start from customer 這時候它多了一句join 它把我們所需要的這些order 在同一個時間一併的查詢出來 所以呢 entity graph它在使用上 提供了我們在fetch type 所缺乏的一個彈性 我們可以透過不同 我們可以組合出多種的entity graph 來滿足在不同情境底下的fetch type的strategy 並且reuse它 在一模一樣的業務場景 它可能只是query method的不一樣 但是我們卻可以使用到一模一樣這樣子的template 如果我們今天將場景拉回來 在你還不認識entity graph之前 你今天如果想要用一句join query就完成 你可能會這樣子寫 你可能上面就是會加上一個query的annotation 那在上面加上滿滿的jpql 但是大家如果有用orm 甚至是用spring datajpa 請問一下大家最討厭的是什麼 應該就是手寫sequel 甚至是這些jpql 因為呢 你每用一次就要再寫一次 它其實基本上沒有辦法reuse 會讓你非常的頭痛 那如果今天一模一樣的場景 我們改成使用entity graph的話 它會變成是什麼樣子 其實就很像我們在定義這些entity 它之間的relation 我們也可以去定義 它就是一個這麼樣子簡單的關係 在不同的場景底下 它有一些需要是一個loading 並且使用一句join 就是查詢回來的node 我們只是define它 我們並不是去寫query 我們只是定義清楚這樣子的關係 並讓之後的查詢去做出 它對應該做的決定 所以呢 我們在customer加上 order加上entity graph 第一步我們就只是取個名字 第二步決定這一張graph中 需要有哪一些node 最後呢 它在使用上也非常的簡單 其實我們只需要 在repository的query method上面去reuse它 就是其實我們有幾個就是不同的query method 但實際上來講 他們大同小異 而且使用到的frontend的頁面 或許其實也就差不多 那這個時候 我們這些entity graph 它就可以再做一次的reuse 而不需要說好像一天到晚還是在寫query 沒有我們沒有在寫query 我們只是定義清楚這樣子的strategies而已 好 那這邊的話是這次的一些reference 好謝謝大家 薹水 謝謝大家 MICHAEL